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其实更新频率变低了很多 就是因为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 我分手了 其实我自己也挺惊讶的 毕竟我们在一起马上快要六年了 但是这个就是生活吧 我们在11月底分手了之后 不想以特别差的状态回到家里 所以我在朋友家里暂住了半个月 可以说我的12月份一整个月 都是拎着我的两个大箱子到处奔波吧 如果是比较细心的朋友的话 应该也发现了我12月份拍摄视频的背景一直都在变 处理完了各种事情之后呢 1月初我终于正式搬到上海了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我的情绪才一下子全部都被放了出来 我发现我完全失去了自己对自己的控制 很多时候我就是躺在床上 就是没有办法让我自己起来 我也完全没有办法去创作 因为我已经失去了我想要表达的欲望了 就是你回想生活中每一件曾经让你感到开心的事情 它们都让你开心不起来了 然后就会觉得 那我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了 我现在呢通过一些调节 我已经又恢复到了很正常的状态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当我到了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我怎么去调节自己的情绪 首先当你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 千万不要否认自己情绪的存在 不要觉得一定是我多愁善感了 一定是我多享了交情了 如果你去否认它 忽视它 那它将在你没有察觉的意识下 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当它有一天爆发的时候 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它了 去分析一下原因 问一下自己 我现在到底是为什么不开心 把你现在生活中存在的 有可能会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挑出来捋一下 比如说当我失恋之后 我的情绪当然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更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我想要有一个稳定的住所 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要到上海来 大家一定要多为自己的情绪 来做这种分析 你做的次数越多 你就会对自己越来越了解 你就能够知道 哪些事情是会让我不开心的 那在将来呢 就尽量的去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或者是在你需要做选择的时候 你能够做出来一个预测 我做哪个选择会让我更开心一些 但是生活里面本来就有很多事情 是我们注定一定要经历的 比如说像失恋啊 失业啊 比如说人到中年 一定会面对的 比如说失去亲人 与其说失去害怕或者是反抗这种事情的到来 不如说提前做好准备 那当这件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 认清事实 不要过度添加感情 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要孤影自怜 比如说啊 我失恋了 OK那我认清 这个就是我现在生活的一个状况 我要重新计划一下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天哪 居然谈了那么久的恋爱 突然间说没就没了 这种事情偏偏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不要这样做 让你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做 你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学会了这一点之后 我的生活真的轻松了好多 所以我可以说我这一次 非常的怡然自得 我并不觉得我现在难受了 难过了 是一件多么负面的事情 因为其实难过和快乐一样 它都是我们人活着的一种情绪 其实当你感受到强烈的痛苦的时候 也就是你感受到强烈的活着的时候 我觉得与其挣扎 不如好好地享受痛苦吧 享受活着 享受你自己的情绪 有一天这些事情 都是你能够笑着讲出来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零售